台灣跟大陸的防空識別區了 是重疊的嘛 對啊 對啊 所以台灣往上飛就 立刻事實上就在大陸的 防空識別區裡面嘛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比較可能是 它在大陸的防空識別區 然後逼近大陸領空就被攔截了啦 對啊 衝進領空可能就危險了 沒有進入啦 是逼近領空 可能他也沒打算進去 只是讓他附近晃一晃 除非它是隱形戰機啦 什麼樣的試運器啦 對啊 領空只有22公里 是啊 你有看自由時報那張圖嗎 那個黃點距離多遠 那個黃點起碼距離50公里 對 大概40公里啦 左右啦 所以根本還沒有嘛 那個黃點的距離大概超 對啊 你看那個黃點 賓哥這邊有那個圖啦 那個黃點的距離 因為剛好台灣就在這邊 那個黃點距離 那個島的距離比台北市還寬 寬很多 有點反光 你知道嗎 對… 對啊 那個黃點的距離 你看那個黃點的距離 對啊 那個不可能是領空啊 所以那個應該不是 他可能是很接近了啦 是沒有錯 闖進領空就開戰了吧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 就打不下來了吧 以目前這個氛圍一定擊落 一定擊落啊 所以我才覺得奇怪 怎麼會爆說打進領空呢 因為人家網站上 其實寫的是逼近領空 然後… 他是從路透上面轉下來的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這個…我們國家的媒體 就直接把它改成闖入領空 我嚇一跳你知道嗎 你怎麼靠 那不是早看開戰啦 應該是接下來消息 就是美軍機被解放軍擊落了吧 而且我們王八千委員說 我們就是那個美軍 直接把對方廣播當空氣 才沒有咧 因為老共講完之後 老共說你已經進入我領空了 會造型嚴重危險 要求他立刻脫離 然後結果 那個美軍的飛機講說 我們現在在國際航道行駛 對啊 就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掉頭就走了 就走了 就這樣而已啊 那這媒體亂報嘛 這就是雙方把它搞成 認知作戰的一個手段 亂報啊 你想想看 他派兩條提克康德羅號 到台灣海峽 他事前已經打了預防針了 我承認義中 義中 他一再強調義中 你是來展示你在第一島鏈的威力嘛 坐給台灣看 坐給中南版道看 因為Kirk Campbell早就講了嘛 他不能不來 來呢 弄兩條這個老船來 你要真的 真的是軍事上要威責的話 你應該開福特號來 你還要 對不對 可是福特號馬桶不通 那人家就會覺得 你有種 馬桶不通啊 你把這個好的這個航母拿來 雷根號都不來 用這兩條船 這兩條船講起來 他風險反而小 因為政治上已經先講了 承認義中嘛 我沒有違反義中 我走格局 走的路線也是國際水道 航線 這個飛機根本不可能過進去啦 對 到領空就擊落啦 美國的這個戰管呢 看得很清楚了 你偏多少 他馬上去絞證你回來啦 沒有哪個衝動的美國飛行員 去冒被飛彈擊落的 你以為各個都是唐克武士啊 你以為在看電影Top Gun啊 對啊 對不對 我跟你講這個自由史報連登兩天 第一天他下的標題是 美軍機進入中國領空 被攻擊怒嗆 嚴重侵犯我國主權 這昨天 28號 對 那今天29號又登一次 美軍機連續兩天進入中國領空 攻擊廣播被當作空氣 對啊 這個是蓄意挑釁的報告 對 我覺得這很糟糕 這個才叫認知作戰 海皇鮑魚干貝AXO醬 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馬上升級 他蛋白質是雞肉啊 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礦物質遠高於魚翅啦 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購 輸入我的推薦袋把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